地方消息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金山區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其中中山溫泉公園再造 金包里希的開蓋 清水設施將會是一大亮點 不過還沒有污水接管 家用廢水、營業廢水 還有溫泉水都一併的排入金包里希 讓金包里希的水質改善 備受關注 為此市府城鄉局跟水利局 特別來到了金山開座談會 向民眾說明未來的改善方向 並聽取地方的聲音 營建署核定3.8億在金山區的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六大子項目在與地方座談會中 需求設計逐漸聚焦 其中中山溫泉公園再造 金包里希的開蓋 清水設施將是一大亮點 不過還沒有污水接管 家用廢水、營業廢水 以及溫泉水都一併排入金包里希中 也讓金包里希的水質改善 備受關注 為此市府城鄉局以及水利局 也來到金山開座談會 向民眾說明未來改善的方向 並聽取地方的聲音 市府在推動城鎮之心這個案子 由城鄉局主導 然後結合水利局的部分 在金山地區做一個總體的環境營造 那金包里希水質改善的部分 最主要是在這個區塊增設一個利堅 然後利堅的部分 利用晴天污水潔流 金包里希的水 然後來去做一些進化改善 那未來完成之後 對於整個水質環境的部分 會有第一個階段的提升 那整個工程的部分 預計9月的部分能夠開工 然後預計到明年的9月底的部分 然後能夠完成 那城鄉局的城鎮之心的部分 剛剛去了解的部分 大概也是在明年年底的部分 能夠告告一個段落 那所以整個區塊 大概就是明年年底的部分 會有一個初步的成果出來 里長與市議員們 都來參與會議簡報後 也提出了多項的建議 金美里長期待金包里希的整治 能夠更加的全面 不只局限於中山公園的西段 而市議員們也提出 中山公園改造之後 要著重溫泉特色 提升觀光價值 與現有中山堂集會空間 不能縮減的建議 有露童就是讓大家看到那個露童 那有些光客他就可以喝一下這樣子 有時候是結合光光 那如果不能喝 我覺得在這個 競賽的特色是溫泉 那溫泉除了給我泡腳之外 我也希望說 在有露童的地方 然後你也讓讓遊客看一下 那個水噴出來 就是我在拿照片給你們看 就是它溫泉 它在出來都水燙燙 可以給民眾看一下 如果它的溫度不是很高 有的很高 它還是會給民眾可以看到 這個結合當地觀光的特色 上游的部分 終究還是會彙擊到我們金包里希 這個部分的源頭 請我們水利與相關單位 務必不要忽略了 其他排水到我們金包里希 這樣子的一個置以選擇的計畫 公園那部分 有一個建物 就是現在的中山塔 中山塔我們的城鄉單位 未來在針對這個公共空間的部分 務必一定要保留 有泄油的這樣的空間的範圍 當然不是在原地 未來你們在中山公園如何去配置 我相信這個都有整體 最好的一個內部規劃 但是絕對不能把泄油 中山塔的這樣的空間 給省略 忽略掉 針對會議上 里長與市議員提出的建議 水利局以及城鄉局表示 將會記錄下來 作為未來的設計方向 另外也要爭取污水下水道 第六期建設計畫 要讓金山納入其中 藉此機會讓廢水不再排入金包里 稀水的品質全面提升 而未來也待招標廠商確定之後 還會再進行地方座談會 要讓地方及時掌握工程的進度 適時意見的交流 創造符合地方需求的城鎮之心 記者阿品函 金山採訪報導 而今已有限的一場 再次開設計畫面 到最後 時間到 稍後再次開設計畫面